为了推广国片 文化部和彰化生活美学馆合作 将在台中、彰化、云林和南投等四个县市 举办萤火虫电影院活动 到各平乡社区以露天剧场的方式 播放12场的国片 希望带领民众重温过去农村社会的美好时光 打开任意门要带领民众进入电影的奇幻世界 还有全台仅存传统手艺制作鸡毛胆子的老师傅 送上手工扇子 要预祝萤火虫电影院前进十二乡镇 播映成功 我们今年这个活动也是一样 跟社区协调之后有社区来选片 今年选片的阵容非常的坚强 有德国瑜得奖的一些纪录片 也有金马奖得奖的一些曲情片 在题材方面也有性品议题的一些电影 《萤火虫电影院》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年 六年来带着国片上山下海 这次将在台中彰化云林和南投等四线市举办 让许多平常无法看大荧幕电影的偏乡社区 可以体验仿佛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乐趣 尤其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创作都应该要回到 它的创作现场去放映 对纪录片来说尤其是这样 所以就很高兴今年日常对话这部作品 也有机会到云林 因为我拍摄地点其实就在云林 我妈妈的故乡是在云林 那很期待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 去放映这样一部作品 然后可以跟当地的一些长辈 或是说说来看影片的朋友 可以有多一点的对话 活动将从六月到八月走进社区播电影 所挑选的都是社区民众票选出来的国片 现场还有提供爆米花与饮料 要让社区长辈重温而时回忆 江宗环台中采访报导 在镇访وع